外地人严厉的湖南人 你是湖南的呀 深圳到底是不是你们的省会啊 我们湖南省会是长沙 它怎么会是深圳呢 好多网友都说深圳是湖南的省会 而且深圳有那么多的湖南人 湖南饭馆啥的 我们湖南离广东太近了 他去深圳打工比较方便 所以一到深圳就给人一种 人在湖南的感觉 哦 这样啊 你是湖南哪的 我是张家界的 你是山里人啊 你们张家界人是不是都生活在大山里边 我们张家界是个地级市 是个城市 我们那它也有平原的也种水稻 那我悄悄问一句啊 你们那还有野人吗 咱们故事听不过了吧 哪有这么多野人啊 那你们张家界跟张家岗张家口什么关系啊 一点关系没有 那人家只是巧合而已 你们长沙朋友是不是天天见明星啊 是不是想去看快到大本营就能去现场看啊 你根本看不到啥明星啊 你再说你快北那节目就早停了 再说了我们现在的也不看电视啊 你们湖南是不是有个地方叫 叫叫 叫 叫 宾州啊 哎呀 对 那叫春州 你这宾州 你宾州 隔山东的 那你们那是不是有个城市叫 常熟啊 没有啊 我们湖南没有常熟这个城市啊 那是 常州啊 你 你说的是常德吧 对对对 你们那湘西那个叫翠翠的女孩儿等到她的心上人了吗 啊 湘西叫翠翠的女孩儿多了 不是 你说的是哪个翠翠啊 全国人民都知道的那个翠翠啊 啊 你说的是沈从文书里的翠翠啊 那是杜撰的 哎 你还当真了 哎呀 我看书看得太投入了 《围城》这本书真的太好看了 是编城 它不是围城哎呀 都是城 不一样 不 不想一聊了